相信很多經過路樹高修的民眾 會看到門口有一台 看起來相當特別的青蘭米打尾 很少看到的發現上台放很多主 原來這是設立第一學校的飄書站 前面是文化教提供飄書的風氣 在後地設立飄書站點 其中最特別的站點之一就是路樹高修 因為這裡的飄書站 不是青蘭米打尾的造型 還有辦公領利用精力 老師跟校長們就很努力 然後去募款 然後找家長會協助 然後最後打造了一輛全新的切蘭米的書車 可是我們賣的是心靈雞湯 那有五年十二班的小朋友先來認養 然後做清潔管理維護 然後每天會把書收回去做書籍加工 我們蘆洲最在地的特色是切仔麵 所以就朝著這樣 然後我們也跟家長會分享 跟我們的志工分享 家長都很認同這樣子 就是家裡有很多很多的 當初買給孩子看的 或是自己看的書是放在床底下 或桌子底下的 拿來這裡放 然後又有我們最大的後盾是雪軍主任 能夠幫我們做專業的資源 四年付接管理的五年十二班 全體學生 大家都要付接把飄書站搬來搬去 也要合作為好親家 但是大家都做到很開心 我們平常就負責推那個飄書站進去校門 然後隔天早上又要把它推出來 然後我每天下午練球放學在等媽媽的時候 因為沒事做 所以我就從飄書站拿書過來看 有飄書站就會讓我覺得 我就是上課 要來上課的時候 我可以就是到飄書站看一下 有什麼新書 如果覺得有自己喜歡的書 我就可以拿回去看 老舊高校大門口設在飄書站 不然好好地索身處理 包括學生的家長 會支持富國民眾 也很愛來到飄書站找書看書 因為這個是鄰居的小朋友 然後他常常去我們家看書 所以他就跟著我們家的哥哥一起看 所以他就也很喜歡書 所以他也常常跟阿嬤來這裡 然後帶著書 然後會帶回家看 對 然後他也會跟我講 他會自己講故事喔 官方希望透過飄書站的協定 延伸導主館的何部光臨 何部時間到導主館做主的民眾 也可以隨時找到他的主來看 記者 新種林均爐 露酒 蔡宏佈多 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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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